线条变好一点 而且大家看起来觉得 好像有点肌肉感 我自己还蛮开心的 迷你短裙小洋装 锁骨每腿都敢露 结束了16年婚姻 余美人报瘦12公斤 现在几公斤 现在四字头 体重曾经飙破六字头 两年前的余美人 还是59公斤招牌圆圆脸 如今47公斤 脸颊轮廓肩 婚病后余美人打掉重链 我应该去尝试一些 以前不敢尝试的事情 连恢复单身 这么对我来讲 是人生很冲击的事情 我都突破了 还有什么能比离婚更可怕 于是有孔水症的余美人 三个月前开始去游泳 赤裸地面对哪一个 不完美的自己 如果事情不知道你的节奏 对其他人来讲是没什么 那就调整就好 对我来讲那就是 很难调整 很受不了的事情 这样这就是一种强迫型性格 承认自己拍到丁 就是逼走枕边人的主因 主持经济人妻 披着女强人外衣的余美人 过去气场总是撅到 让人窒息 我们如果坐到一个 不合适的椅子 我们就会一直去挪屁股 然后呢一直去调整 你要坐的就是站起来就好 坐了不合适的椅子就起身 2008年雷曼兄弟股灾 2000万丢到水里的惨痛经验 余美人从此不进场 我就切掉所有的内线外线 我通通不听 从台湾说话 最理性最有力的女主持人 我的努力 我的努力 一戏变成在镜头前 咆哮哭闹的失婚妇女 现在的余美人 懂得放慢变软 半百人生 重新活一遍 东西财经新闻 叶总龙潘育权 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